港珠澳大桥现状火爆全球 万万没想到如今变成现在这样 网友评论 1200亿针没白花 你可能会想不就堵个车吗 有什么好稀奇的 虽然堵车确实不足为奇 哪里还不堵个车呢 但是港珠澳大桥在通车之初 因为车流量不大 一度被有些外媒嘲讽是面子工程 而且港珠澳大桥建设时 花了足足1200亿 造价非常之高 因此国内也有很多人跳脚 质疑港珠澳大桥存在的必要性 然而如今港珠澳大桥用事实给出了答案 从建设时的封神到建成后饱受质疑 如今又再度站起来 港珠澳大桥到底经历了什么 以及港珠澳大桥为什么被炒 港珠澳大桥作为一个世纪工程 竟然被嘲讽成面子工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有两个点我们需要注意到 一是它的超高投资 二是它的建设难度 港珠澳大桥进入我们事业 主要是在2010年以后 尤其是2018年建成 相关的消息非常多 但其实港珠澳大桥早在2003年就开始筹备了 直到2018年建成 前后一共花了15年时间 可以说是充分准备完美落成 港珠澳大桥横跨了南海和林丁阳 将香港、广东珠海和澳门联系在一起 全长一共55公里 由大桥和海底隧道构成全程 跨海、海底隧道超长 从这一系列关键词不难看出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难度是非常之高的 像陆地上挖隧道都会增加不少投资成本 何况还是在海里 所以相应的 港珠澳大桥的造价就上来了 总投资竟达到了约1200亿人民币 1200亿 12后面可是有10个零 但是期间步伐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就有不少外媒评价它是面子工程 只讲面子噱头 不讲实用价值 甚至还有人计算了港珠澳大桥的投入与收入 需要多久才能配平 答案是547年 这个时间其实就是港珠澳大桥的投资回收期 它和普通的高速公路是一样的 都有这样一个投资回收期 投资回收期就是你投入建设的钱 要多久才能收回来 所以这个回收期当然是越短越好 越早收回成本 就可以开始盈利了 按照一般的投资回收期计算方法 需要考虑项目的总投资 项目建成后的收费收入 项目营运费用这些因素 简单来说 就是建这条路花了多少钱 建成后收多少钱 花的钱和赚的钱什么时候才能抵消 港珠澳大桥的造价已经知道了 1200亿元非常之高 那么要看它的投资回收期 就得看它的收入 但是港珠澳大桥投入使用后 唱衰的声音仍然没有消失 甚至可以说潮声变大了 这是因为港珠澳大桥的车流量比较少 车少收到的费用就少 抵消掉投资费用尚且不能更别提挣钱了 所以在前期高昂的投资费用与比较低的使用率的强烈对比下 质疑之声就更多了 在一些问答网站上 还出现了许多像如何评价港珠澳大桥的帖子 大家火热地讨论着港珠澳大桥建设的意义 一时间港珠澳大桥仿佛已经坐实了面子工程的事实 连接繁荣三地 港珠澳大桥车流量为何这么小 明明是联系了中国非常繁荣的几个地区 珠海 澳门 香港 为什么港珠澳大桥的车流量这么小呢 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大陆和港澳地区的使用的货币不同 二就是两处的交通规则也不一样 我们一一来看 第一个是货币 有到过或者准备去香港和澳门的朋友会知道 虽然人民币在港澳地区是可以通用的 但最好还是要兑换一些货币 以防止旅游过程中的一些不便利 但其实香港是自由港 大多数货币都是通用的 所以货币存在一定影响 但并不算太大太关键 这些限制而主要是来自两地的行驶习惯和交通规则 因为大陆和港澳地区的交通规则不同 所以在市运营期间 港珠澳大桥是限制内地普通牌照车通行的 这是因为香港和澳门因为历史原因 这两个地区的车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 是右舵车 在公路上是需要靠左行驶的 而我们大陆则是相反的靠右行驶的左舵车 习惯了靠右行驶 忽然换到靠左行驶 这是很危险的 在一些国家甚至是不允许的 而且在大陆和港澳地区通行 你还需要一张两地牌照 这一张牌照并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 30万的高价已经屏蔽掉了大多数人 通过港珠澳大桥自驾游 除了资金 你可能还需要非常多准备的时间 而且港珠澳大桥收费比虎门大桥高非常多 差不多达到了4倍的差距 那么难道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就没有意义吗 这当然是否定的 港珠澳大桥作为打造大湾区的关键一环 对于进一步联系大陆与港澳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全长55公里的长度 虽然对于建设来说难度不小 但是对于缩短港珠澳三地的陆路距离来说 是非常之有利的 原来要花三个多小时 现在却只要半小时甚至更短 这对于构建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有决定性意义 桥上竟然堵满了私家车车流量激增 据海关统计 4月1日的车辆日流量达到了19500辆 是口岸开通以来车流量最大的一次 那么明明车流量很少的港珠澳大桥 为什么突然开始堵车了 这些车从哪来的呢 原来这些车都是从香港来的 据统计周末从香港涌入深圳的游客多达70万 这么多人能不赌吗 那么为什么香港人都往内地来了 以前不都是大陆往香港去旅游的多吗 买手机买名牌包包还补育了代购行业 这就与香港的物价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香港的工资很高 相应的物价也是非常的高 高收入的同时高消费 所以在香港工作 在内地消费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香港的同胞也渐渐察觉了这一好处 纷纷被深圳的低物价所吸引 慢慢加入了自驾游深圳的队伍 一来二去 大家都知道了深圳的好 游客也就越来越多 而且港珠澳大桥修建好后 从香港到内地的交通方式更加得到丰富 除了常规的飞机高铁等 又多出了自驾游这个选择 平时提到自驾游 大家都是图自由和方便 从香港到大陆同样也是非常的便利 自驾30分钟就能抵达 吃到美食 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又获得了体验良好的服务 这对香港的同胞来说 当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其实 这还是因为港珠澳大桥 为三地之间的交通带来了便利 从实际形成方面 缩短了两岸三地之间的距离 不仅是促进了人流 物流 经济流的交流活动 更主要是实现了两岸之间的经济 和整体的发展 港珠澳大桥对于推动大湾区的文化交流 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大湾区覆盖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 各个城市之间的文化形态也各不相同 而在港珠澳大桥的通车之后 各个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便捷 启发不同文化间的互相学习和沟通 推动了文化交融和多元共存的进程 那些曾经说港珠澳大桥是面子工程的人 如今在日新月异不断跳动的数字面前 已经没有了声音 但这却并不是他们真正的错误 而是他们仅仅把港珠澳大桥 当成了一种盈利的交通工具而已 并没有意识到 这座大桥更大的意义 当成一张名片 是在维护国家的稳定 和经济发展的方面 起到更大的作用 如今的港珠澳大桥 依然横跨在林丁阳上 只不过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 被人称为面子工程的闲置桥 而是沟通港珠澳两岸三地的金桥 是沟通港珠澳三地的金桥